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8日 一个星期的开始 今天我们首先看看 过往的10日资金流向和成交金额先 基本上就是整体大市的成交 是已经稳定了下来 前几天是有轻微的上升 不过这些轻微的上升 是不太好看的 因为这个上升这里 是伴随着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大跌 所以这个其实是跌 而成交量增加 北水的资金方面 我们看得到 这个是星期五的时候有所增加 大市成交是减少的 但是成交金额 你看到这里由1100 1100 然后到1000 到1100 到1200 这几天后面上升 这些全部是1200 1300 1400 到1000左右 所以看到是下跌的 腾讯始终是一个焦点所在 比亚迪股份 因为业绩好 所以因此有持音流入 协欣科的 因为这个等等 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是盈利好 而掩抗能源也是一样 主要不是很好表现的 就是这里这些 包括左右这些 就是美团的 碧鬼员服务等等 不过 今天就很不同了 突然之间 这么多板牌都升的 首先你看看 银行去哪里 这里 地产去哪里 这里 变成了银行地产 齐齐是占这个 前三分之一的位置 即使这里是中上以上位置 那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看棋子这里 棋子这里 本来说这里这个样子 可能好像不像这里这个样子 突然之间又不是 今天时之中 今天棋子是升了 大致上是五百多点的 因为为什么会升呢 一句话 阿爷说 银行要补交楼 第一 即使银行是需要出来 是去保障 地产商是可以交到楼 那为什么可以保障交到楼 真是人又不要忘记 阿爷又说了一句话 银行等等 要用市场手段 解决这个经济问题 即使说你可以给他钱 你就给他钱 给不到钱 你就不要给他钱 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觉得 今次的上升 到顶咚去到中族 应该就很有阻力 第二件事 现在不是说村镇银行方面 有些不行的 那村镇银行方面有些不行 当然就牵涉到 村镇银行方面的资金移动 是没有很好监管 我估计 稍后应该会有人 是会人头落地的 因为你监管不力 而村镇银行方面 是一个非中国籍的中国人 即是他已经拿了外国护照 在这里搞出诈骗 这个诈骗影响深远 为什么可以诈骗到呢 为什么可以走得到呢 中间我想牵涉到日后 几位都会真的要查证客 而初步阶段的就是 阿爷暂时对五万元以上的存款的人 予以占底 就是支付给你 为什么五万元呢 为什么不是五万元以下的 因为中间窮的人 其实就是说五万元以上的 他可能是在做生意的 在做生意给他的话 那就影响到不会有那么多人 那就是了 窮的人真正慢慢再查 如果你知道 传到一千几百戏那里 真是好说不好听 多人不多是一千几百 少人不少是一千几百 这个暂时就是这样做 变成了今天 今天 中国方面一出手就解决了一个 很多人认为 会好像雷曼式兄弟爆破了 会有房地产方面爆破 因此等等一件事 其实很简单 牵涉到金额 如果在这个乡镇银行 那里说是只有七千亿 断工断楼那些 也很邪的 不知道是七千亿左右 说七千亿 在中国 这么多万亿的 在经济体系里面 是很小二波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雨不惊人 死不忧 但是忧来忧去 阿爺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叫唯稳 所以就会弹了上来 弹了上来之后 是不是真正你 可以立即交到楼呢 是不是立即你 就可以取消地产三条红线呢 当然不会啦 是不是 所以在这点里面 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 再跟着 就讲一只会受押的股份 这些受押股份 又不是受很多押的 而押得来 是十分之快的 所以值得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问题 这是金峰科技 金峰科技呢 你见到它呢 就在这里上来之后 它就下来这里 又怎样了 它未跌破保地加通道的宗族 而保地加通道的宗族 还是向上的 若然保地加通道的宗族 是继续向上的话 它其实可以继续 是见出一个好的 是上升升勢的 那当然啦 它可以跌穿 下来是这里 那我们又看看周线图 周线图上面也都见到 保地加通道的顶那里 所以这里是有些受押 可以下来这些 那如果下来这些的时候 我就觉得反之就是说 整体第一 风发电这个科技呢 是一路都受中央支持的 而上个星期呢 它成交量是升了的 以日线图上来看呢 上个星期这几日呢 都是成交量是升的 所以这点呢 我就觉得 基本上 因为这个就是由 这个大致上 9元10元左右 升升到上去15元左右 那已经升了50% 的话作为一个回调呢 是应该很合理的 反之呢 就觉得如果去到13.8度呢 是可以有得想想 反正去吸纳 所以这个受押的事情之中呢 就是如果有朋友认为 可以抵押 可以考虑这个低位入货呢 我觉得这一只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受押得来 是有这个是好的前景的 那样就是大致上呢 就是在13.8度可以去吸纳 但是呢 就应该要考虑 起到比如通道底的13.2度呢 如果不对板的 就要开始止蝕 那这个股票呢 它的市盈率是14倍 息率是由2厘 那大行给它估计 接下来那几年盈利的预期呢 就是8毫7 9毫6 和1元01先的 而派息方面是会有 0.25 0.28 和0.29 是以人民币计价 好了 可以推介的股份呢 两只 都是煤炭股 这一系列的 那你看到资金 今天是有比较大幅度的流入 走势方面的话 是升穿了保力通道中族之后 升穿了保力通道的上通道 因此它应该可以继续是可以向上移动的 起码移动几日 它这里的是目前的市盈率是4.3倍 这个是息率有12厘的 所以不说得少 大航比的投资评级是2.31 这样大航比 有好几五六厘的情况 那么可以 如果有兴趣 可以考虑 就等到23.5厘时吸纳 23.5厘时吸纳 只剩于22.7 上面可以看到27元 7元就是这个顶 然后再跟着 稍微的阻力 就是24.2厘 刚刚这个现在 就已经破了 现在 所以可以考虑 要等回去 煤后回去 23.5厘才吸纳 当然可能是吸不到的 没法止 你要较低位入 不是这样追上去 那煤炭股的好处就是说 是当食油价季等等样东西的话 煤是会被又再重视起上来 这个我之前都已经说过的了 第二个是要推介的 就是燕媒澳大利亚 燕媒澳大利亚 都是燕自的那个派系 那不过这个呢 就是身在外边的 前两天 都有很多的资金流入去吸纳 今天资金流入去吸纳 就是未曾很足够 而走势方面 我们看看 它亦都一样是破了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上升了上去 那这个是 OBV也是属于一个 向好操势 是向上来发展的 这个是燕媒澳大利亚 它是以澳洲澳元来计价 计价 计价它的盈利等等样东西 当然 现在这个是港元计价 计价 这个是三十元 这个以港元计价 那它市盈率 就大约两倍 没有派息的 大行给它们的估计 就是投资评级是三 一至五是那个范畴 一是最好 五是最差 它是三 那就是中下一点 大行给它估计 未来几年的盈利基础 就是每股 2.85 1.42 和0.47 以澳元计价 都是估计它来几年 都是模式派 但是 如果在这点里面来说 我们来看看 这里 其实已经见出一个月的新高 在这里 是见出一个月的新高 其实也不止一个月的新高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若然它现在 是升破了这个阻力的话 它根本可以上望空间 是比较多的 暂时我们先不要看这么多 只是看着三十五元 希望可以逐步逐步来 这样 今天的介绍 推介就是这么多 投资是有风险的 是需要独立思考的 正在说一样 不记得说 至于过往的推介那些是怎样的呢 经过了礼拜五的大跌之后 一切归于零 有赚的都没有了 于是 又由今天开始 又要再起步了 好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